公司董秘为何在辞职前夕平板套现?影视龙头为何突遭抛售?市值为何急剧缩水?大股东两度补充质押人而摆脱预警,良生究竟能否如期消现?究竟是躺枪小翠的国,还是前方中暴宣坑提示? 翁上市公司文娱头条作者陷入零六月份以来,大盘持续震荡,受小翠事件影响,传媒股跌幅更甚,又卖方的话说,人家涨的时候我们跌,人家跌的时候我们还跌,三分钟管灯吃面的节奏,此文传媒首当其冲,在消息面平稳的情况下,连续两天跌停,二十日内市值缩水百分之二十八, 最近三个月跌去百分之四十九第九六,年内跌百分之六十五点三七,市值从一百六十九亿至今,只剩下五十八点六亿,还不及二零一八年初的零头 截至八月三日,此文临近升盘跌停板被封死,以十二点三三元美股的价格升盘,这是最近两个月以来,此文估价第三次警报,也是年类新低,今年五月十日,六月一日,此文传媒董逆,副总经理陈明有先后两次抛售三十六点三三万股,套现一千一百五十万,第二次股权变动时,是一个星期五, 周末假期结束,他就提出辞职,原因是,责任原因,半个月后,六月二十日,此文传媒董事长马忠俊,年内首次补充质押,规模三百二十万股,占其持股比例的百分之五点一六,紧接着,七月十日,马忠俊再度补充质押四百零一万股出钱后,占其持股比例的百分之四点六二, 根据前,几次质押时的股价潜负权,创业百质押率及平仓线出略推算,马忠俊此前的平仓线,应该在十三点三四到十八点九元之间,而经过最近两轮补充质押,平仓线应该在十点一五到十四点三八元之间,而质押新规规定,股票质押涮上线,不得超过百分之六十, 个股的整体质押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,单一券商,资管产品作为容输方,接受单只A股股票质押比例分别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,百分之十五,因此看来,马忠俊的股权很危险,甚至有几个朋友怀疑,马忠俊已经出达爆点,八月三日晚,我们拨通了整代罗世民的电话, 经期证实,马忠俊质押股份,并未处及平仓线,公司一遇却商做了充分沟通,近期不会被强评,亦不会进行补充质押,罗世民说,马忠俊夫妇所有质押情况均以披露,包括场内、场外,不存在被披露的情况,他的生意相当疲惫,据说开了一下舞会,未来将有一系列措施,稳定护价,坦白说, 细排震荡期,对于传媒股二级市场的表现,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,但子文杀跌,不让人始料为急,2018年,马忠俊已经建立一个甲子,业内口碑不错,以他是,克普著称,而子文一度是机构眼中的香波波,除全后股价保持横排震荡格局,的子文传媒开始快速杀跌,机构参皇出逃,多杀多,和其惨烈, 有意思的是,8月1日,此文曾有过一次简单的投资者线上交流,使称,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,大概是此文没有珍惜 次日,就跌停躺在龙虎榜上,连续两日卖出席位险目为军飞机构占据,合计卖出2.08亿元,市值从百亿级别一路下挫,至今58亿,流通市值只剩下40亿,因此,我们将这场转折性的交流,简述如下,此文传媒,目前我们在拍的项目是风暴舞, 预计8月下宣杀青,今年可取的发行许可证,相关平台的发行合同,有的已经拿到,有的在走流程中,下半年的项目,预计残缺的世界9月10月开机,紫川10月11月开机,脱骨香11月开机,荡痕11月12月开机, 另外还有参投的几部剧,在沟通确定后向市场披露,Q,量生的播出当期,A,量生的当期已经确定,今年会播出的,汇款也没有问题,公司在播的剧沙海自7月20日上线以来,网络播放量一达九亿,北京卫视,腾讯视频8月中旬还将播出那些年,我们仍年轻,东方卫视,腾讯视频还将播出, 即速青春,以及将要陆续播出直接临界天下,回到明朝的王爷之阳临船的,另外,我们与平台合作的网织,暗黑者3,大藏魔导团,千门江湖,等等吧,我的青春,等预计今年也会陆续上线,Q,公司的质押情况,A,马总的质押比例在82%左右,其中融资性质押的比例大概,是64%, 总体来说比例并不太高,Q,公司的现金流情况,A,去年我们拿了9.2亿订增款,对我们项目的资金有很大缓解,我们7月底整体贷款下降了一半,所以贷款这方面,也是比较良性的, 我们今年下半年,有一些大的项目开机,最近在筹备资金,总体来说,银行与我们也都合作很久,对我们比较热和的,会给这些项目提供资金,同时,下半年随着相关剧目陆续播出,营收账款也会逐步回来,Q,视频网站采购版权具及价格和自制内容的情况,A,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,当前视频网站内容支出最大头,仍然是电视剧的采购,今年头部电视剧价格相对去年仍有明显上涨,我们作为头部内容公司,与各大平台均保持良好合作,同时,我们也会积极配合视频网站的自制战略,与视频网站深度合作,为平台提供优质内容, 小投票8月2日晚间,上海市公安局多个分局通报,了近期辖区内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,集资诈骗的案件,均涉及各类互联网金融点对点接待平台P2P平台,具体来看,上海市公安局下辖10个分局,更通报了44起案件,同日,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与福田分局, 也通报了近期辖区内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与非法,吸收公众存款的网络平台案件进展,其中,福田分局通报了10个涉嫌非法集资案件,深圳南山公安连续通报9个涉嫌集资诈骗案件,P&M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